那部分都有 都可以收東西 還有哪邊是我沒看到的 在這個側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櫃子 它除了餐廳使用之外 它可以從玄關進來的地方 一個高櫃 利用這一整個牆面 那我們在這個側邊 有幫它保留的一個 可以吊掛衣服的一個 類似衣帽櫃 對,那上面可以吊衣服 那下面的門片打開之後呢 一樣就可以 還是可以放鞋子啦 然後甚至還有 桌梯你可以放一些東西這樣子 一個餐廳很迷一上 但是小龜小但它伸縮自如 為什麼伸縮自如呢 因為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屋主它如果平常 自己使用的話 你看得到這個空間 這樣是足夠的 我們兩個人小兩口滿OK的 那其實有時候 我們如果有朋友來 然後有家人來的時候 其實這個餐桌 它是可以拉出來 還可以拉嗎 對,這個餐桌 我們其實有做到120公分關 哇,真的不錯耶 還可以轉個項耶 對,都可以 轉項要用 或者要怎麼樣都OK 對 來,我們可以一人坐一邊 對不對 這樣坐可以坐一、二、三、四 五 然後你稍微再往客廳這邊拉 可坐到六個人 六個人 對 OK 事成相似耶,這個木紋 這個木紋的話 我們延續剛剛電視牆的 那塊木紋 讓它在整個比較白色的空間裡面 還是有一點沉穩的元素在裡面 讓這個用餐的空間 稍微大家可以比較沉浸 然後比較愉快一點這樣子 哇,好棒喔 其實滿開心耶 因為15平台空間 它還可以有自己的書房跟主臥室喔 對,那在書房跟主臥室的部分 程序我們剛剛最開始講到 在預算的經典上 所以這兩個空間 我們全部都是用系統櫃來做一個變化 不過系統還滿有特色的 不太像一般的系統耶 對,一般來講 大家可能會認為系統櫃 它比較單調一點 那所以在這個門片的變化上呢 其實我們有做一個比較特殊的變化 那因為空間也不大 所以我們也不要做得太複雜 那我們就簡單選這種比較素雅的 小花的面板 然後用鋁條來幫它做一個分隔 對,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櫃子跟書櫃 它是一氣合成的 那在書櫃這邊呢 我們大概就是讓它也是有開放 跟有門片的設計 有跳格子的感覺 對,讓它整個空間上會比較活潑一點 對,那在書桌的部分一樣 我們就是說用一個比較純白的一個桌面來使用 但是在這個抽屜的面板上面 我們一樣就選擇一個不一樣的顏色 那仿木紋 讓它整個的書桌比較有立體感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今天這個空間 雖然15平 但是視覺效果還滿大 空間獨立性也夠 最主要的是如果我的宿舍可以像家一樣溫暖 那該有多好呢 對啊 在主臥房的規劃上 因為屋主已經選定自己喜歡的色系 因此設計師幫它在壁面上 除了點綴鐵花壁式之外 系統櫃也選擇較亮麗的顏色來搭配 滿足了屋主美觀還有收納的需求喔 謝謝大家